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红阳 黄子豪 八度 武田克斯 大小哈利 郑豪东 解答 谢谢 谢谢 加油 加油 解答 黄鹏感觉还没前面 他还在练他那个假叫 他们抽到的主题是 我在日落前赶到滑雪场 一辆车飞了过去 低头一看 变成小时候的自己 我是冠军 每个人对小时候的回忆 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可能是一件物 有些人可能是一件事 那么 各位的小时候的回忆是什么 感觉很炸 我看一下有多知识 来 走 好 音乐 什么东西啊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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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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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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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NS! GIN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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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 我是Raúl 我的兄弟 我叫你一位女士 我叫你一位女士 你叫你一位女士 我叫你一位女士 你叫你乖 你叫你一位女士 我是Raúl 蜘蛛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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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吧 一次半斤了 不要难过 郑云 主题呈现得很好 这个结尾 请四位队长和大树团们开始打分 八度 他们开场就很记忆点很深 与其我搞笑 那我就给你搞笑的很直接 并且他们的完成度也蛮高的 所以我其实是很喜欢的 他们这个给我带来惊喜 大哈利和另外一位舞者 去做了一个陀马斯那个启范 让我产生了更加有童年感 而且他们做的很新鲜 我真的觉得创意编排很好 就是我能看到里面有 类似于体操的部分 然后两个人亮相对吧 也展现的是冠军的样子 整个创意想的很飞 就不是把简单的那一句话 定得很死 会往很多个方向去想象 然后去编排 所以说这两项我给的都是满分 嗯 然后整个都非常的喜欢很棒 这个作品很开心 也的确是让我想起 我小时候玩超级玛丽 我特别喜欢那个超级玛丽 那个 叮叮叮 包括从那个太阳起 虽然有那个LED 你们还是依靠你们自己的能力 来表示了这个太阳从冬到戏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 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 很喜欢 嗯 我觉得是一支很同趣的作品 而且你们可以把就是 所有的点都是很轻松的一带而过 但是看完之后都很有记忆点 不管是前面的日落滑雪场 还是车的那个有个喇叭的音效 然后做了一个动作 我觉得都很巧妙 而且整个看完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感觉没看够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 所以我打的是96分 我先那个说一下 我们这个舞里面的彩蛋吧 我们抽到有一个题 叫做我是冠军 其实最后大家看到 子豪和Jason真的有空翻 当时台的时候 他们就是来找我说要不练练 我说要不这样吧 不练了 你们上去谁翻的好 我就举谁的手 这是开放性的 其实在台下练的时候 一直是Jason赢 然后刚才台上的时候 Jason失误了 所以我举了子豪的手 很好玩 Rosica 请用中文点评 非常好 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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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所以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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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喜欢 那是 那是 酸Q 大家 酸Q 酸Q 哇 酸Q 酸Q 这都会哦 你怎么知道这个词的 不 i think you teach me Thank you ac 我笑到这个头有点痛 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浩东睁大眼睛过 那平常都是这样子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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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他那一瞬间是这样子的 我平常就是battle比较多 然后这支舞表演比较难 就是鸡哥一直在帮我抠我的表演 哈哈哈哈太可爱了 有很多动作 就感觉自己一直做不到位 然后哥哥们都很关心我 也会问我哪里不懂啊 然后也会说陪着我一起练 这一部分 为什么要延续做两个你要用摇摆 b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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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有机器 要有机器 欸 Piece 对对对对 这感觉是对的 应该是有点刺眼那种感觉 看那个灯 刺眼 我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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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想说 我还是就感觉有哥哥真好 好 问一下台上 其实我们大哈利小哈利 我们哈哈兄弟 这个名字可以 兄弟 哈哈兄弟 我觉得这个名字还行 虽然那个猴王不开心 他觉得没有把他加进去 他还说半天 我们是哈哈猴 哈哈猴 哈哈猴 但我觉得不太好听 所以哈哈兄弟 这一次和大家一起排舞 当中有没有发生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整个都太有意思了 首先就是像是解答 我第一开始来到这就是街 我就想说 这个人表情很凶很拽吗 感觉背头一定很凶 然后 然后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一见到我就很温柔 他就是 这个动作不会吗 那我等你 这样子 哈哈 哈哈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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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